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這集同大家睇一個奇案殺手, 我想大家在很多電視劇、電影都一定睇過, 現實中也有不少殺手, 有個男人突發其想賺錢, 他竟然冒充殺手,拿錢不辦事結果慘遭配叛, 為何來弄去脈是怎樣呢? 這個男人本來打的算盤就是想著靠這種商業模式, 憑走在灰色地帶, 就算他老闆識破騙局, 亦都因為心虛不敢報警, 最後他有一個訂單令到他出事。 這個案件發生於2023年4月, 一個男人方方張張走入浙江警局報警, 就說自己遇到殺手, 這個報案人的名叫劉某某, 是一個燒烤師傅, 由於他的工作屬於服務行業, 所以每一日早出晚季, 凌晨3、4時才會下班, 4月中某一個夜晚, 他下班時被一個神秘男人攔住了去路, 這個男人對著他, 樣子非常疲勢, 然後語氣很嚴肅, 就說自己是一個殺手, 有運洗錢, 要將你打到變殘廢。 起初劉某某聽完這個男人所講的東西, 沒有當真, 因為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燒烤師傅, 沒有在江湖運職過, 亦都無過黑社會又無得罪人, 於是劉某某跟他講, 你呀怎樣錯傷啦, 你殺人啦, 打人找第二個啦, 令劉某沒有想到的是, 這個神秘殺手, 竟然大大聲背了劉某某個人訊息出來, 譬如身高、體重、年齡、 小朋友的名, 殺手這樣背完之後, 劉某嚇到站在原地, 而且明顯好驚, 殺手的態度亦都產生轉變, 面帶微笑說, 各有各法, 行有行規, 任何行規都不能觸犯各法, 殺手這個時候亦都與時俱進, 拿錢不傷人, 所以你就不用擔心, 乖乖地配合, 做一場戲, 就能夠免受皮肉之苦啦, 如果你能夠做得好, 演技精湛的話, 還可以在他僱主的佣金裏面, 拿兩萬元出來, 給你做表演費呀。 這個劉某本來好驚, 但是聽完殺手這樣講之後, 整個人情緒升華了, 哇, 你殺手這樣搞一搞, 又可以辦到殺人, 然後又可以賺到錢, 而且你又無犯法唷。 首先, 用個人信息做威脅, 然後用演出費做誘惑, 不單只能夠避過皮肉之苦, 還可以賺到錢, 完全找不到拒絕的理由, 兩個人去到酒吧, 一起去談劇本, 達成合作之後, 兩個人去到一個燈光昏暗的後巷殺手, 首先, 用毛巾塞住劉某某嘴, 之後拿點茄汁塗進他的臉上。 弄到劉某某整臉上, 好像薄薄一樣, 完成了之後殺手和他拍了幾張相, 將相片的劉某某演技非常之到位, 人堂發黑面又黃,看上去就死了。 為了避免這個騙局出破綻, 事後劉某某也請了幾日假, 她發消息給朋友說自己住院, 然後將自己受傷的信息散佈出去。 終於,黃天不負有收紋, 幾日之後的殺手就發信息給劉某某說他們的表演好成功, 騙過了她老闆,而今次表演原本落幕, 為了感謝她,殺手還將自己買的所有作案工具 留給劉某某做一個紀念。 這個殺手留下了一架電車給她, 即是平時所謂的電瓶, 就跟她說你可以拿著她上班下班, 如果你不遠的話, 到時你還可以省回車錢, 電棍都給你了, 拿去防身,還有防浪噴霧。 經過今次合作, 劉某某成功避過血缸之災, 但事後她仍然心神不靈, 自己雖然避過一劫, 但她後面的僱主是誰不知。 如果日日被人發現殺手原來做戲, 加倍奉還, 萬一在江湖開過原相, 那腦不需要啦。 另外殺手是有佣金, 一旦涉及金錢可能屬於詐騙, 萬一觸犯刑法, 即是說自己黑白兩道都撈不頂, 想來想去劉某決定報警。 警方了解案件經過之後, 即刻根據劉某和殺手的聊天記錄查清她身份。 這個殺手姓韻, 22歲, 沒有正當職業。 根據個人訊息, 警方好順利把她拉了。 面對警方審訊, 尹某好配合一五一十交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只不過她的作案動機令人非常無語, 尹某被拉的時候剛剛大學畢業, 由於在學校的時候沒有認真讀書, 畢業之後又覺得自己人中龍鳳, 所以普通工作看不上眼, 最後找不到工作, 只能夠在網吧消遣時間後來又接觸網賭, 不單輸乾輸淨, 還欠落不少錢, 後來她竟然開始利用自己銀行卡, 幫詐騙分子拿這些黑錢, 結果早兩次被人拉了。 經歷了一連串打擊之後, 尹某某人生直插谷底, 可以講得上無地方睡, 去廁所又無地方去, 日子過得非常之慘, 面對這一個絕境, 尹某想來想去決定放手一搏, 單車便摩托。 既然賺錢的方法都寫在刑法裏面, 她將刑法當成自己的就業指南, 最終她下定決心自己都要做詐騙, 為了能夠做好詐騙, 尹某幫自己設計了一個商業版圖。 詐騙作為一項違法工作, 想令自己不受牢獄之災, 就要確保被害人, 不會報警, 於是她決定將詐騙目標瞄準那些, 試圖挑戰法律底線的人, 譬如是買兇殺人, 違法買賣這種人。 這樣, 就算被害人知道自己被人騙了, 她亦都會心虛不敢報警, 是不是呀? 有完計劃之後即時展開行動, 網上她周圍發布消息, 找目標, 是一次偶然的機會 找某某在網上見到一個請打手消息, 她主動跟對方聯絡經過幾次溝通, 對方承諾出十萬元給她, 叫尹某打爆劉某一隻眼, 所以之後才有剛才所講過一個這麼魔幻的經歷, 原本尹某覺得只要按照計劃進行, 一戰三雕大家都有錢, 皆大歡喜, 劉某又免受皮肉之苦, 落單的人又可以出氣, 自己又順便發達, 千算萬算, 她猜不到劉某某竟然會報警。 故事講到這裏, 來龍去脈應該都徹底搞清楚了, 但警方的工作未結束, 到底是誰請她? 她的僱主和劉某某之間有什麼因緣呢? 而根據满某的交代, 警方很快找到這個買空殺人的僱主了, 不過這個僱主的身份令到警方很意外, 這個僱主姓周的女人來的, 可以說得上是劉某某生命中的貴人來的。 一年多之前, 劉某某的女朋友以外懷孕, 而且生一個女仔, 之後兩個人因為矛盾分手, 個小朋友就留低了, 被劉某撫養了, 當時劉某沒有工作的, 養不碰個小朋友的, 於是乎她將小朋友的影片發了上網, 在影片下講自己的遭遇, 這一個周女士刷到這條影片之後, 好同情她, 主動跟她聯絡, 給了三千元的資助她, 周女士的經濟條件好好, 又有愛心, 在之後經常兩個人交流小朋友的情況。 由於劉某某生活實在困難, 養不碰小朋友, 於是乎周女士提出可以幫她一齊養女。 劉某某聽完這個提議好感動, 就帶著小朋友去到周女士所在的城市。 一開始, 劉某和小朋友一齊住在周女士的家, 後來周女士覺得不太方便租房子給她。 在有了周女士的幫助之後, 劉某某感覺輕鬆了不少, 日常生活也變得輕鬆了很多。 在這個時候, 劉某某都還未意識得到, 到底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原來周女士在照顧小朋友的過程中, 對小朋友產生了一個很濃厚的感情。 她考慮到小朋友跟著劉某某的生活不會好幸福, 她是想收養這個小朋友。 她跟劉某提出這個想法之後, 遭到拒絕, 兩個人亦產生了一個矛盾, 劉某帶走了一個女兒, 兩個人的緣份原本到這裏應該結束, 應該是你走你路, 我走我路。 但事後劉某某因為網上的一個留言, 是徹底激怒了周女士心裏的怒火。 她到底說了什麼呢? 原來有網友問她小朋友哪個臭, 她說自己請那個阿姨五千元請的, 而這個阿姨就是周女士啦。 周女士見到劉某某這個留言之後, 是生氣得沒有理智。 她找到這個男人, 大家吵架之後越想越生氣, 就在網上發佈了請打手的消息。 而周女士見到劉某發過來的照片, 亦都好驚, 她用故意發短信去問劉某到底什麼事, 了解情況之後, 甚至當她知道是一場騙局, 她不單止沒有生氣, 反而鬆了一口氣, 這案可以說得上是一場鬧劇來的。 當然啦, 你現在在大陸來講發佈這樣的訊息, 很容易舔東西的, 什麼打人、殺人這一類, 很容易就會被網警看著你。 如果被網警看中了的話, 你可以說得上是絕對無運行的。 好啦, 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啦, 大家對於這單荒謬的案件有什麼看法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